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说来有意思吧 我已经来杭州快将近200多天了 但是我连一次黄帮菜也没有去吃过 然后但是很多人都说黄帮菜不好吃很难吃 但是我觉得在我没吃过之前 我觉得我就不想心意下这个结论 所以说我今天打算去吃黄帮菜 然后今天只有我一个人 所以说今天这期节目叫做 孤独蛋美食猎人 Go 各位先不要吐槽我的头发好了 我并不是因为我不想剪头发 而是因为我真的中秋三天都在玩 我真的没有空去剪 外加上其实也并不是很吵嘛 不是嘛 然后我现在的话正走在去往那家店的路上 因为我公交车坐过头了 心态爆炸 然后这家店呢是我经过货比三家 然后总结出来唯一一家性价比最高的 就是杭帮菜的餐厅 所以说叫我们出发吧 好 好 你好 一位 现在满 你看那种 航班的味道 有没有 不论是这种椅子的风格 还是桌面上这种花围的风格 然后还有这种 这叫什么 屏风 不是屏风 就是这种 我学建筑我都忘记这叫什么了 不管什么 反正就挺风格还蛮好的 我个人觉得 我点了一个性价比最高的套子 就是 是这样的分量只要128块钱 讲到已经很便宜了 我觉得性价比较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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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有机价比较高的 只是还没上啊 没有机价 有啊 多少钱 多少钱 128 128 128 3 5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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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酷喔 我是一個不怎麼喜歡吃魚的 我先來這邊 先嘗嘗看這邊的醋魚 不知道味道如何 不怎麼心呢 然後再試一下這個叫滑雞 他已經幫我撕好了 這個 我剛才你烤的時候喝的是什麼 这个我感觉有一股肥肉的味道 我感觉特别好 这个东坡是煮的非常烫 然后带着甜味 反正味道还挺满 东坡肉好不好吃 比较多的对待于太后 它的肥肉好不好吃 就是连肥肉都很好吃 就证明这块东坡肉真的很好吃 肥压不腻的产品 就对东坡肉是最好的状态 在我的暴风吸入下 吃的胜不多了 我来评价一下 这碗菜是味道还蛮好的 怎么说呢 可能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爱吃 然后这个浇花鸡 浇花鸡其实味道真的蛮好的 我个人给它打 就八九分 冬坡肉十分 十分 然后是西瓜处鱼 因为我个人不那么喜欢吃鱼 所以我觉得鱼也 嗯 没懂的 所以我不太喜欢吃鱼 但这碗菜我觉得 我不太喜欢 因为它这碗汤里面有一股肥肉的 那股油腻的味道 所以我觉得并不是很好吃 总体感觉下来 我觉得这个套餐还是性价比蛮高的 蛮适合 就是两到三个人来吃的 男孩子两个人 女孩子三个人 我觉得来吃都是蛮划算的 然后我现在已经吃好吃出来了 我觉得那家店 整体评分 还行吧 我觉得 就是我去这家店 其实是一家性价比蛮高的 航班餐餐厅 所以说 我点了一份性价比蛮高的一份套餐 整体吃的超饱 我感觉两个人都可以吃的非常饱 建议各位如果想带好朋友一起去吃的 可以尝试一下 OK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我是张玉飞 如果你是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给我点关注 顺便给我点赞 投币收藏走一波 拜拜